统计的话 当然不是土法炼钢 就是要判断 王庆路这个人 他有没有在第一次第二次参加 那当然我们第一个 用插入函数 我们可以用 sum if 特别说条件的话是什么 是要找什么人 就王庆路 所以一定是找他 但是比较麻烦的是 range 跟 some range 刚好都在别的工作标里 所以特别注意 range 指的是去 去乘二里面 找一下这一个范围 有没有王庆路 OK 然后 some range 的话 一样是到这边去找一下 这个就是帮我累加的时数 是在这里 所以你会发 最后再移到中间 他又帮你切回来了 他会自动在前面加那个 去乘名称 这个是公式里面应该固定的用法 OK 所以这边的话 工作表的哪个范围 那未来如果用VBA的话 也会有个蓄质物件 他就是哪一个储存格 给他名称就可以 然后再来的话 如果要向下填满 要把那个 B3到B16 按F4两下 锁列就好了 然后C也要锁 按两下 F4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算出 王庆路有没有参加 没有 然后其他人有没有 其他人有 所以你会发现有参加的就不完 但是目前只有蓄质2没有蓄质3 所以怎么办呢 当然这边的话比较简单的做法 就怎么样 加一下 然后做什么呢 其实可以把这个公式怎么样 复制一下 贴过来 OK 然后呢 你会发现哦 差异点就是在什么 工作表名称 我刚刚是蓄质2嘛 现在变质3 所以这边改一下 蓄质3 那因为少了两个人 所以B16变成多少 B14嘛 OK 应该 没问题吧 OK 那再来的话 一样找B2 那这边一样改 蓄质3 然后这边少了两个 所以C14 好这样的话就换下一个工作表 不过其实未来如果你超过两个三个以上的话 其实很麻烦 公司会串很长的串 当然就比较适合用VPA 不过VPA的话可能就是 还是要多学一个物件叫蓄质物件 蓄质物件是哪一个工作表 里面的哪一个范围 其实可不可以做 只是程式写起来比较复杂 OK 然后把他打勾 好 这样的话呢 我们做完之后 其实要向下填满了 那你会看到这个地方 就可以帮我把 所有后面的时数都帮我加到前面来 好 这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呢 如果我今天希望 把这些资料做保护 那保护的话呢 我希望保护两个东西 第一个 以后呢这个东西传阅的时候 我怕避免错误啊 怕被篡改的话 那我第一个怎么样 防止人家去修改 所以不能改 所以不能改哦 有些老师没有参加 自己改了个屋 这样就完 就麻烦 所以呢 第一个我希望怎么样 不能串改 第二个呢 里面的公式也不要让他看到 因为他看到的话 他就有可能会去改他嘛 OK 那我要怎么做呢 当然第一个我可以拿 全选这个工作表 按滑鼠右键 除神格格式 这边有个 不知道根本没有用过了 保护啊 有没有 全选之后保护 保护之后的话 你会发现 这边就有个锁定 跟隐藏 其实锁定意思是说 我要保护的范围 你就打勾 就意思说我要保护 隐藏的话是隐藏的吗 对没错 就是如果你有保护的话 他隐藏 所以我们这边 把这个打勾 把这个打勾 特别注意 按确定之后的话 再来的话 当然你目前还是 没有保护状态 可是如果要让他 发挥效果的话 教育月里面 有个保护工作表 请特别注意 一定要输入密码 因为如果你没有 输入密码的话 以后 人家只要按取消 他就马上取消 完全没有保护作用 所以加一个密码好了 OK 按确定 好 这个时候你会发现 第一个 游标放上来 他的公式 没有了 OK 所以以后 如果你希望你做好的东西 你的公式 是要被保护的话 很简单 就是用这一招 但是目前他只能针对 你有设定的那个工作表 他会保护 这就是这个工作表 其他工作表 你要额外另外设定 OK 那第二个文化呢 就是 里面能不能创改 你会发现输入五网了 他会跳出 你尝试变更的 没有 请要 可能要输入密码 所以 假设他知道说 有保护对不对 然后他就切到哪里了 切到教育里面 他看到取消吗 按下去 如果他不知道密码 乱输入 他会出现 密码不服 意思就是不能让他改 OK 那这样的话 我觉得比较一劳永逸 否则的话 很多衍生性的问题 都是因为你没有保护 那最后会有纠纷 因为到底是 原始资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如果你刚好又没有 原始资料的话 哇那就麻烦了 那可能就要你要认了 不然的话 所以尽量还是怎么样 把那个保护起来 OK 所以特别之后 我先取消 把它还原 那一全选 二出神格这边 把这个打勾 按确定就好 这个意思就是说 我这边全部都要保护 但是另外有一种就是说 如果我今天不是全部 我全部先取消 我只是部分的话 比如说我只有这些要保护的话 那记得 你就全部取消掉 只有这个范围 再保护 这个意思就是说 这个叫针对选举范围保护 OK 两个方法 不过也许你们先试试看 用全部保护吧 然后再做保护 自己的输入密码 密码我是输入一二三四 再来思考一下说VBA VBA的话我们 这个地方因为跨工作表太复杂 也许你们先丢公式吧 把这个公式丢过来 两个按钮 一个按下去 把结果输出 一个按下去 把资料清空 可是会遇到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 如果你把它保护起来的话 那如果你丢公式 也不行 OK 为什么 因为VBA也是跟你动滑鼠键盘一样的道理 所以 如果你要用VBA 这个地方要多学一个 就是 对 就是你要先动态的 比如说你要丢那个公式到那个范围 你就先把那个保护 先用程式取消掉 等到全部OK了 再把它保护回来 这样他就没办法乱改 一样可以按按你 所以这一题也许大概比较重要是说 教各位如何保护工作表 那如何在VBA里面动态的取消保护 并且又把保护加回来 那会不会很困难呢 其实不会 只要一行程式就搞定了 而且这么简单的东西 你们去网路上搜寻看看 最后应该会搜寻到我的部落格吧 OK 我往后面分享给各位一下 其实很简单啦 但是我发现真的没有人教 没有人讲 其实应该很奇怪 就是没有办法找到比较简单的解决方法 OK 所以这个请各位先试一下 待会我们再来讲 如何在VBA里 因为未来如果你有保护资料的话 那你一定会遇到就是说 那如果我要跟VBA结合 那就变成会行不通啦 所以你如果以后有保护资料的话 你就要学会如何动态的取消那个保护 最后呢 再动态的把那个保护再加回去 那就不会有问题啦 OK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顺便讲一下 就是保护工作表的应用 与那个VBA的这个部分结合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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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